19号是加州宣布了封城 那封城跟国内的封城不太一样吧 这概念 完全不一样 它其实不叫封城 它叫居家令 近日女演员陈冲在旧吉山接受远程采访 分享了疫情期间的经历 称自己一直网购的地方 没有员工派送了 人们开始囤货 买册纸变得困难 身边人甚至用鸡蛋交换册纸 我发现我一直网购的地方来不及送了 他送不出来 他说他没人了 他订单太多了 对 我现在发现人们开始紧张 所以他们开始囤货 我不知道人家总是第一囤的 就是洗手间的 我到超市去 我就看到就是纸的这两行是完全空了 就架子上完全空了 最近我读到了谁家真的没手指了 拿了八个鸡蛋跟邻居换了两卷 手指 就是人与人之间 他有的这样 又回到了远古时代那种 物交换那种亲热 互相帮助 商店开始用木板把锅链窗盯住 民众买枪吞子弹防身 超百万人申请失业金 自己打算在家和女儿一起做口罩 有一些商店他不能开 他就都用木板都把门玻璃的部分 都全都盯住了封住了 就是怕说万一失业率实在太高了 犯罪率会上去会打砸抢 所以失业率非常非常的高 有100多万的人在申请失业金 媒体上在教全民怎么样用布做口罩 其实我也找出一大堆布来 跟我女儿一块做口罩 你是自己做的 我现在没有 我现在没有 我找出这一堆布来 我说我这个周末跟他一块做 因为这个是可以洗的嘛 他觉得人们开始恐慌 是因为人们看见医护人员开始生病 纽约地区疫情非常的严重 并谈了自己对人生的感悟 在纽约地区就有 到了这种时候 我觉得人们开始恐慌 是人们看见医护人员开始病 在纽约它有发生 所有能够经历这一场灾难而活过来的 没有倒下的 其实都是一个非常可贵的经历 我觉得是一个难得的 对人生的一种思考 一种学习的机会 是人生的一个人 是人生的一种恐慌 是人生的一个自信 是人生的一种 是人生的一种 遅廢不着 bem 我没有到家 udd��日子 怎么做 你已经找到一种 是人生的一种